第151集 蛮横的罗尔少爷 罗尔少爷大吼一声 声音洪亮 居然震得空中的雪花也顿时碎裂 一股子傍耳二的劲头 就这么张扬的发散出来 你从人家屁股后面赶过去 居然接着就开始此路是你开了 你什么时候开的 马蹄声响起的时候 承云鹤就感觉有些不妙 果然 一个两个眼圈黑黑的家伙 搜的一声窜了过去 承云鹤松了口气 心道 说不定是过路的 哪想到这个家伙越过之后 居然接着停下 然后一张口就是拦路打劫 承云鹤险些晕厥过去 强盗大家都见过 不稀奇 可这么从后面赶上来 然后再拦路抢劫的 貌似还是第一次见到 至于以一个人的力量 就拦截这么大的车队的强盗 貌似也很少见 更加离谱的是 原本是应该被抢劫的一脸悲愤和委屈 才是正理 但眼前这位抢劫者 居然抢先摆出一副无限委屈 再加上苦大仇深的样子 目中如玉喷火 如同刚被轮抱了一般的哀怨 这种无限嚣张 无限不讲理 却又无限委屈的强盗 还真是没治了 这小子不是有病吧 车队里一个中年马夫 张口结舌的看着鲁克迪 居然一脸兴奋 陈云鹤等人也是憋了一肚子火气 从铁云城出来 人人都没处发泄呢 七七惶惶的走在这雪道上 更加的有些不情愿 现在居然出来个出气的 一时间大家都有些喜出往外 这位扮成马夫的武宗高手 迎着寒风吃着暴雪 心情糟糕透顶 此刻 却是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你才有病 你全家都有病 罗克迪破口大骂 你祖宗八辈都有病 混账 中年马夫 顺时间一张脸气得胀子 气冲牛斗 一个闪身就跳了下来 宁笑道 小子 不管你是谁 敢挡住大爷的路 你就准备投胎去吧 话您未落 对面罗克迪的态度 比他的态度还要冲动 他只是跳下马 对方居然直接跳下马 又冲了过来 你个王八蛋 混蛋 你个猪罗养的杂种 你竟然敢骂我 罗尔少爷 怒气冲冲的乌言晦语 层出不穷 一边滔滔不绝的大骂 一边就挽起袖子 动了手了 少爷抢劫你们 是看得起你们 怎么着 你他妈的 一个个的不服气咋着 奶奶的 少爷我拿着你们当人看 你们自己非得往驴棚里钻 给你脸了是吧 混账东西 一边打一边骂 那位武宗根本就没来得及出手 对方的攻击居然先一步临身 一时间 左边挡了 右边挡 右边挡了 左边挡 居然直接就没有还手的机会 刹那间 被对方快速的动作绕得头云目眩 连贺骂的时间都没有了 罗克迪一轮强攻之后 突然停下手来 抱着手臂站在他面前看着 而且这个家伙 居然游子在左边挡了右边挡 右边挡了左边挡 不断的抬手挥臂 居然还未从下意识的反应中回过神来 挥舞了一会儿 才终于意识到敌人已经不再进攻 大汉淋漓的停下手 才发现 那个一脸委屈的家伙 就在自己身前不远的地方 你有扬巅峰啊 罗克迪好奇的问道 说完 不等他回答 一拳直直的冲出 狠狠的砸在他的鼻梁上 接着一抖手 又是两个又响又脆的大巴掌 这家伙 被一拳打得脑袋往后一扬 然后头颅又被一巴掌 拍得狠狠的往左偏 随即又被一巴掌扇向了右边 严重的往右偏 好不容易摆正了头颅吧 鼻孔中两道鲜血 喷泉一般喷了出来 他大吼一声 咔咔咔的吐出十几颗折断的牙齿 鲜血刷刷的落在银白的血面上 鲜红鲜红的 甚是耀眼 这一手 让队伍中正要蠢蠢欲动的几位武尊高手 都有一些瞳孔收缩 罗克迪的动作干脆利落 而且出手法度严谨 阴阴又大加风范 却又带着一股子说不出的诡异 这个独身一人的少年 绝对是个可怕的人物 就在这时 罗克迪突然又出了状况 他默然呜嗷一声 兴奋的又叫又跳 口中一叠声的说道 他妈的他妈的啊 原来如此啊 他妈的他妈妈的 原来 罗二少这次出手 突然发现自己的出手 同样的招数 要比半月之前流畅了太多 而且毫不费力 整日里头跟孤独行等人在一起受虐 罗克迪从来都是处于弱势 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进步是如何巨大 此刻对外人出手 才终于领略到这股子惊喜 这股子行云流水一般的快意 罗二少爷刹那间就高潮了 兴奋的守之武之 阻止倒之 刚刚略出队伍的几位武尊 刹那间障而合上摸不了头脑 浑然不明白 眼前这家伙刚才还是愁眉苦脸 一脸的苦大愁身 这一刻居然接着就龙惊虎猛 龙腾虎跃起来 一脸兴奋 而且是超级兴奋 难道这祸是个疯子啊 一时间众人都有些郁闷 在铁云城 被围剿 被追杀 被搜捕 好不容易丧家之犬一般的逃了出来 却又在半路上遇到这么一个神经不正常的疯子 马车厚厚的棉布帘子一下子掀起来 成云鹤面带微笑 迈出车门 深深意地 这位壮士 在下等人只是行脚的商人 常年奔波 也未求一口饭吃 不过 既然图经宝地 壮士出面 在下当然要孝敬一二了 说完 转个头去 来人啊 取白银五百两 给这位壮士壮行 说完话 转向罗克迪 些许心意不称敬意 还请壮士收下 不管如何 相逢总是缘分 大家就此分手 交个朋友如何 成云鹤的意思 自然是不愿意劫外生枝 哪怕是个小小的山贼 在这等敏感的地方 他也是宁可破财 也要保证安全 他这番话 若是对一般的山贼劫匪来说 无疑是大大的面子 不用动手 就能赚到五百两白花花的银子 何乐而不为啊 这可是普通人家 数年都得不到的收入啊 但是 成云鹤很不幸 他遇到的是 罗克迪 罗尔少爷 若是平常呢 罗尔少爷 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人家都舔着脸 赔笑了 杀人不过头点地 怎么的也就应该挥挥手放行了 但是现在 罗尔少爷 却从极度郁闷到极度惊喜 神经亢奋已经到了一定地步 这个时候 他正是颇切的需要找几个对手 验证一下自己的进步 最让他惊喜的是 这个队伍里面 居然还有几位高手 而且还是武尊 罗少爷的灵魂之火 顿时就熊熊燃烧 好战之心 顿时烈烈生腾 一时间 只觉得嘴唇发干 身体发抖 脸庞发红 船头发痒 不打上一架 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进步啊 现在的罗尔少 已经将楚老大的目的 扔到了九霄云外 满心眼里头 都是找到对手的亢奋 和打架结舌的快感 敲个朋友 哈哈哈哈 罗克迪 罗尔少爷仰天长笑 长笑之中 壮怀激烈 五百两银子 就想交我这个朋友 突然间脸色一下子拉下来 变得比这凛冽的寒风 大雪天际 还要寒冷 本少爷的朋友 就只五百两银子 说到这儿就不能不解释一下了 因为上次顾独行找到他的时候 季默去做一件什么事 离着很远呢 但事情办完之后 顾独行仰天一声 哇 顿时震动山林 罗克迪看得清清楚楚的是 山林里面一大家子成群结队的花豹 居然被顾独行这一嗓子吓得屁股尿流 夹着尾巴歇夹带口逃走了 而这一声之后 季默居然远远的就听见了 接着就赶了过来 罗二少爷觉得顾独行这一声 嗷呜 实在是太悲疼了 太杀气了 所以从那以后 罗二少爷就染上了这个毛病 尤其是需要开声吐气大吼一声的时候 他以前都是呆 但是现在觉得呆实在是太没品味了 一律的换成了嗷呜 而这个原因 也成了他在天兵阁饱受打击的源泉 谁愿意有事没事的就听狼嚎的 高兴的时候你好 愤怒的时候你也好 这也就罢了 可啥事没有的时候 你居然也好 事可忍孰不可忍 自然 罗二少是不知道这件事的 他将所有的原因都归结为 自己长得太帅了 他们都嫉妒 嗷呜 五百两银子 本少爷怎么丢得起这个人呢 混账 罗二少白牙森森 眼神猙獰 嘴角流弦 还不快将你们最值钱的东西交出来啊 难道还等着本少爷动手不上 承云鹤的脸色顿时难看起来 几个五尊的眼中同时露出震怒的神色 这个家伙简直是不知好歹吗 敬酒不吃吃罚酒 承云鹤一张热脸贴在人家的冷屁股上 不由的也是一阵恼 混蛋 你也配让本少爷吃罚酒 罗二少一声长笑 哈喽 太好笑了 来来来 让本少爷教教你们 什么才是罚酒 众位五尊终于忍耐不住 一个人疾风一般的撞开雪花 扑了上去 大怒喝道 老子现在就让你尝尝 什么才是罚酒 拳打脚踢 疾风咒语一般向着罗克迪进攻过去 罗二少兴奋的一声长嚎 好 来得好 拉开架势 旋风似的冲了上去 刹那天 两人全来交往 打成一团 又是一阵马蹄声响 楚老大带着顾老二 以及继二少爷 董二少爷 这两位二少爷 还有未来的独角大盗 苗不通苗大人 同时出现 楚阳有意无意的看了看苗不通 不出任何意外的在这压的脸上发现一股子狂热 舌头居然还是有意无意的舔着嘴唇 看来 这货对打劫这行还真是先天性的热度啊 罗克迪已经疯癫了 寂寞两只手抄在衣袖里头 口中嘶哈嘶哈的吸着冷气 幸灾乐祸的道 我看呢 这几个人都不弱 恐怕罗二少这次又要被打成猪头了 没事 董无伤兴致勃勃的看着场中打得兴高采烈的罗克迪 这头狼天天被我们打 他自己不反 我们都反了 让别人揍他一顿正好 顾独行深沉的点头 注意啊 千万别让人打成了死狼就行了 其他的 就让罗二少爷吃点苦头吧 要不然 他也不长记性 顾二哥这句话决定了罗二少的命运 苗卜通狠狠点头 大快人心的说道 这混蛋 柿子专挑软的捏 天天欺负我 这就是报应啊 于是乎 一帮兄弟袖手嬉皮笑脸的在一边看起热闹来 至于除老大嘛 刚刚来到这里就是一脸若有所思 这个马队貌似有点不对劲啊 自己策马冲过马队的时候 那一个瞬间 自己单天中的九节剑剑尖 突然剧烈的跳动了一下 类似于突然心计那种跳动 这种悸动 还是楚阳今世得到九节剑剑尖之后第一次 这让楚阳心中充满了疑惑 为何九节剑竟然会出现异常呢 难道这车队里面居然有着什么能够让九节剑感兴趣的东西不成 心中想着 眼睛就向着车队看了过去 当然 他是以打量普通商队的眼神看的 在未确定对方就是奸细之前 楚阳绝不会在心中先存偏见 但是这一细细打量 却让他发现太多不对劲的地方 就在这时 顾独行策马来到他的身边 但待说道 老大 他们很奇怪啊 奇怪 哪奇怪了 楚阳似笑非笑的问道 队伍里有高手 这并不奇怪 毕竟这种跨国商团若是没有高手存在才是意外 但是他们却是太镇定了 第151集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